好 大家好 中國大陸最近要發生的比較大的事 就是那個所謂兩會 這個兩會就是人大和中共大會 這次特別是甚麼呢 因為通常都會在這個開始的時候 或者是會議其中由國務院總理 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 講一下怎樣對經濟的評論 還有甚麼新的政策 成績如何好 現職如何 這次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中共宣布這次不開總理主持的記者招待會 其實對我來說真的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中共我想從這個可以說 鄧小平開始搞改革開放 40年前到現在 我想現在中共是面臨了一個最大戒機 最大戒機 非常亂 非常亂 人事方面不斷地進行大清洗 大清洗 港內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 中國的經濟 雖然我經常都說中國經濟 現在目前是甚麼呢 好像一個建設在一個散沙上面的高樓大廈 高樓大廈你遠遠看到的時候 哇 覺得很厲害 很漂亮 但是你如果不是內行人呢 你就不知道這個高樓大廈 它那個地基是非常非常好 那個地基可能有很多散沙 那個地基可能入了很多水 但是那個高樓大廈看起來還是一個高樓大廈 但是一有風吹草動 來一個香港的颱風或者不同的一種風暴 就非常可能這個遙遙欲墜的大廈就會倒塌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經濟的情況 中國的外交情況也都是一團糟 講來講去 全世界現在跟它關係比較好的 其實就是朝鮮 伊朗 委內瑞拉 古巴 因為基本上大家會想為什麼我不將俄羅斯都算進去呢 俄羅斯跟中共的關係目前都還可以的 但是我之所以不跟伊朗 朝鮮 古巴都放在一起 就是因為這些國家仔 朝鮮 伊朗和伊朗 他們是很邪惡的 很腐敗 很邪惡的 他們跟中共在意識形態上是走得很近的 所以比較可以說是比較長久的盟友 而俄羅斯不是 俄羅斯目前跟中共關係好 完全是因為它受到西方的制裁 沒有人買俄羅斯的石油 沒有人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所以中共利用這個機會說 喂 沒問題 我跟你包起 它這個包起有兩個好處 對於俄羅斯來說 當然是很好的事 因為其他地方沒有人買的那些能源資料 能源的材料 就是能源 而中共的好處是什麼 大便賣 可以壓價 因為沒有人買 是吧 你沒有辦法 所以俄羅斯只可以 但是雖然是便宜賣給中共 仍然是給沒有人買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都知道 中共呢 如果它幫你的時候 你可以是百分之一百肯定 它不會免費幫你 它不是因為出於善心幫你的 從來不會的 它幫你的話 是對你有所求的 有一定的要求的 只是你可能目前不知道是什麼要求 所以我為什麼不把俄羅斯放在一起 大家也知道 俄羅斯最近 俄羅斯的那個普京 最近接受了美國很有名的記者 Tucker Kalson Tucker Kalson曾經去俄斯科 面對面採訪他 這個是很厲害的人 我就不多說那個整句兩個小時的採訪 但它裡面有一句話 當Tucker Kalson 說起來 俄羅斯是對西方的威脅 當時蒲基 我所記得的 他的回答是什麼 他說 哎 西方不應該大驚小怪 俄羅斯比起中共 都不是什麼大威脅 中共才是大威脅 哈哈哈哈 這個就證明 我剛才講的就是他們不是真正的文革 你是真正的文革 你不會這麼說的 還有好像Tucker Kalson 問蒲基 你怎麼看你和中國的關係 俄羅斯的回答很有意思的 他說 中國是俄羅斯的一個鄰居 一個有非常長的共同邊界的鄰居 而一個人很難自己選擇你的鄰居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的說法 其實就是說 其實我不喜歡他們的 但是沒辦法了 我們俄羅斯 上帝一讓俄羅斯出現 就是成為中共的一個鄰居 所以我沒辦法了 這些話 全部都是華中有話 所以我和大家講 說中共是面臨目前 空前的孤狼 因為和美國作對 和整個歐盟作對 和英國作對 和澳大利作對 和日本作對 和現在的新的意大利政府 也都是和中國作對的 可以說 就是說 世界的那個七強 就是世界最舉足輕重的七個國家 或者參加G7會的那些國家 沒有一個和中國是做朋友的 因為他們經濟上 貿易上 仍然有一定的依賴性 就是和中國的貿易有依賴 所以就沒有全面攤牌 但是大家可以看 明眼都看得出 他們已經心裏面決定了要和中共脫鉤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開兩會 為什麼不開這個記者招道會 很簡單 因為大家知道中共最喜歡做的是什麼 自己為自己貼金 要告訴全世界 共產黨是怎麼偉大 光榮正確 偉光大 這是他們要做的 還有喜歡吹牛 吹自己怎麼擅長 但是目前 真的要找一個大傻瓜 你才能騙得到 因為很多人都看出中國經濟是全面下橫 中國股市是全面下橫 樓市樓價跌得 已經不知道多少年來 最低了 是吧 所有這些東西 還有外國的投資 少到不 明顯地減少 有個別國家 沒有減少 但是大多數國家是減少對華投資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開一個總理記者招待會 有什麼好說 有什麼好說 是吧 還有一件事 我想共產黨 習近平 誰都信不過 雖然將李克強弄走了 後來還將他被心臟病消失了 現在來到他的可以說是同黨親信 李強 少了個黑字而已 但是共產黨 因為他們那些心態 他們的思維 還有他們那些人品 是充滿爭鬥之心的人來的 大家一定要記住 共產黨不是以慈悲為懷為主導的 而是鬥爭鬥爭 再鬥爭為主導的 這種這樣的思維的人 永遠都會有敵人的 永遠都會有對手的 他將前總理李克強強迫消失之後 他原本是跟李克強 其實他們兩個應該是大家是同僚 但是共產黨人很容易跟同僚發起矛盾 因為他們的爭鬥心很重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要自己手上的權力是最重要的 所以無可避免他們會出現矛盾 無可避免的矛盾會入勢 又沒有矛盾到有矛盾 有矛盾到大矛盾 是吧 換了李克強之後 換了李克強變成李強之後 就會溫和一段時間 已經成年過去了 但是 因為他們有爭奪心 所以他跟李克強的矛盾已經消失了 因為人都沒有了 以前由於要對付李克強 即使他跟李強有任何矛盾 這個矛盾是次要的 因為習近平最厲害的毛澤東的東西 毛澤東說什麼 要抓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 要抓緊 要對付主要矛盾 當時和國務院的主要矛盾是李克強 李克強沒有了 原本是次要矛盾的李強 有些地方他對李強不滿意的 以前沒有所謂的 是因為要對付李克強 現在不是啊 那些跟李強肯定他們兩個有意見不合的 為什麼呢 因為李強多不少都懂得多一些經濟上的東西 比習近平 習近平的那些經濟政策是驚人的 驚人的荒唐 是吧 所以跟李強肯定會有矛盾 這個矛盾會越來越大 所以最好不讓李強出來說 在記者知道說錯話 習近平一定認為 你如果說錯話會影響我的權力 影響我以後做事的空間 為什麼呢 大家要記得 李克強在世的時候 有一次他曾經 好像是在記者知道會裡說的 他說中國現在有6億人的收入 每月不超過1000人民幣 這句話當時習近平聽到 肯定是 真是暴跳雨淚 只是他不在攝影機面前出現暴跳雨淚 他當時肯定是很生氣李克強的 因為當時習近平才向全世界公布 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小康之家的繁榮時代 你還說人家 突然間李克強出來說一句 6億人每月少於1000元 你就拆台 拆他的台 是吧 所以他也會害怕 李克強也可能的 因為大家要知道共產黨現在那些鬥爭鬥得不得了 習家軍將那些江派 全派的人打倒之後 因為他們永遠是相信鬥爭的 他們遇到問題 第一個要想起的就是 怎樣鬥爭 怎樣整他 所以當他們打倒了團派 打倒了江派之後 他們各擇家軍內部的矛盾就變成主要矛盾 所以現在大家 雖然他們沒有公開 但是很多人都認為蔡奇和李強 又是爭得你死我活的 在電視機面前就裝作 大家一團和氣 團結一致 但是其實共產黨大家都知道了 從來就沒有團結一致的 他們團結都是暫時 你用戰術上 我需要利用你 所以不跟你鬥 他一覺得 你對我的壞處 更多於對我的好處 就一定要鬥 所以他們的內部鬥爭 是沒有完沒有了的 真的 所以我想蔡奇和李強現在都爭得很厲害 他們當然在皇帝面前 在習近平面前 都會爭 大家爭 怎麼受皇上 受寵 寵愛的寵物 這個肯定 所以他們那些官庭裏面的那些惡鬥 我想比中國古代出現過的官庭惡鬥更厲害 更厲害 所以現在這次兩會的招開 習近平肯定是覺得風聲鶴淚 四面埋兵 他都不知道他的對手埋兵埋在哪裏 那裏慘了 不過也不需要可憐他 這些一切的事情都是自己造成的 正如佛家說 人生一切的困苦 其實最終都是來於自己的 因為我不知道習近平前生前世做了什麽壞事 今生今世他做了很多壞事 已經夠壞了 所以對他來說都沒有例外的 都會有報應的 所以現在中國出現的問題 其實真的是一個歷史性的巨變 我這幾年都經常提醒大家 我們大家都是處於一個歷史巨變之中 我大概六年前開始這樣說 當時不只是一種感覺 你看到各種的跡象 變化是越來越快 因為我們有一個偉大的架速師 習近平 他是在架速共產黨的破滅 就是那間大樓 剛才說的那個高樓大廈 地機不行的 所以慢慢慢慢的 那個大廈會出現那些裂痕 現在已經開始有少少裂痕 這裡有裂痕 那裏有裂痕 所以大家小心點 不要走近這個大廈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裏